大家好,小五又又又又又来了 今天讲的是你不知道的恐怖故事第七集 瞅你咋的 小帅和小美呢,是一家店的员工 这天上班呢,小帅看她的小学妹小美早早请假回家了 放心不下 于是呢,晚上下了班就赶去她家里看看 小美说,有个奇葩老跟着她,她挺害怕的 而且既然你认识 就是之前跟咱一起上班 后来被店长开除的北村 于是呢,两人就在屋里聊起了北村的八卦 要说这北村为啥奇葩呢 首先是因为她不会眨眼 看谁呢,都那么直勾勾盯着 确实怪吓人的 所以被店长给辞退了 因为她总爱瞅人店长 店长呢,估计也挺割应她的 就问她,你瞅啥 北村说,瞅你咋的 好嘛,这不纯纯顶撞领导吗 要说这北村也挺刚啊 被开除气不过 在植物间里叮光一顿发现 用皮鞋给店长置物柜开了几个大洞 要我说这鞋质量是真好啊 可以拿来砸核桃了 当然,这小美也太没眼力见了 人正在气头上呢 你冲上去跟人打个招呼 这不撞枪口上吗 其次呢,是因为她总瞅小美 小美上班瞅,下班瞅 和学长约会去,她也瞅 这天呢,小美正和学长看雪,看月亮,看烟花呢 北村突然一张脸就飘过来瞅着她 给小美吓得一机灵 但是一转头呢,北村又不见了 小帅听了还不信 小美说,今天上班又被北村瞅了 在更衣室里 我寻思她总不能在柜子里出现吧 好嘛,但我没说 俩人就是玩着捉迷藏了 不过也给小美吓够呛 连班都不敢上了 小美说,这是北村喜欢小帅学长你 所以把我当眼中钉报复我呢 小帅还不信 这时候小美手机响了 一个未知号码发来短信写着 不要靠近我家小帅 这不是明摆着不是北村发来的吗 小帅还以为是恶作剧 就没当回事 突然呢,手机又响了 这回又是那个未知号码 写着 离我家小帅远一点 小美是真怕了 让小帅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就在这个时候 短信又来了 上面写着 我会一直盯着你 影片呢,到这儿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呢,也很简单 就是讲了大冤种小美 被暗恋小帅学长的北村 针对报复恐吓的 大型都市情感剧PLUS 制北村的复仇 剧情较为老套 出现的恐怖画面都在意料之中 至于小帅呢 到底有没有跟北村产生过暧昧关系 剧情也没交代 难言不好评价 不过北村这种人啊 太吓人了 我以后啊,可得躲着他点 大家看到了 还是尽量躲着点好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五 我们下期再见